近日的女主播金英男一直是处于舆论风口的浪尖 但是呢她实名举报原国家档案局官员范月诱骗她四年的感情 且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并在微博不定期呢呢 放出这个私密照片和视频引爆了舆论热点 日前呢金英男被包养的全部过程呢也已经曝光了 据悉两个人在酒吧相识之后呢 便开始了四年的同期生活 期间两个人以夫妻相称 在金英男的思维里呢 两个人就是没有领证的夫妻 范月还提出将金英男调到北京去工作 许诺她呀让她进北京电视台 可热恋气一过 范月便开始搪测了 工作的事情呢一直都没有解决 金英男的生活无所事事 只能当起了家庭主妇了 2011年范月就向金英男郑重其事的求过两次婚 但婚礼进入实质性的筹备阶段的时候呀 范月就以买房子为由 将此事给搁置下来了 2012年11月 金英男表示呢 可以先领证 但范月以证审为由 是再三推脱 最终呢 向金英男坦诚自己有妻子了 而对于金英男接二连三 曝光两人私密照片与视频的行为呢 范月的提词放出狠话了 奉劝你一句任性误事 看来呢 这起桃色事件已经深陷罗生门 没有任性误事件 没有任性误事件 还没有任性误事件 不认性不合理 你用理性误事件 没有任性误事件